怀疑妃子给自己戴绿帽,此皇帝发明一种酷刑,名字好听却极为残忍。 古代的皇帝掌握着最高权力,几乎无所不能,更有后宫家立三千令人县,目不已。 但是所有皇帝都担心两件事,一是别人造反,二是妃子给自己戴,绿帽子只要遇到这两件事,皇帝都会大开杀戒。 明太祖朱元璋堪称史上最为草根的皇帝小时候做过放牛王、乞丐及和尚等职业,简直是惨得不能再惨。 后通过自己的奋斗开创了大明王朝,成为高高在上的皇帝,实现了纯表思的逆袭更被很多人视为偶像。 明朝建立后,朱元璋像其他皇帝一样开始搜罗天下美女,以充实自己的后宫,过上幸福而快乐的生活据不完全统计。 朱元璋共策封四十多位妃子,加上那些未被记载的估计,会更多据野史记载。 当时朱元璋有一位被称为公式的妃子,怀孕不到八个月,就生了一个皇子此皇子。 不是别人就是之后等名成祖朱蒂,我们都知道一般女子怀胎十月,才会剩下婴儿,但也有事属于早产社对于现在人来说都很好理解。 但当时的朱元璋非常生气,怀疑公式给他戴了个驴,帽子就下令把他处死,如果处以一般死刑,也就把他为了发泄内心的仇恨。 一级杀机警猴主演章,就发明了一种名为铁裙的酷型。 铁裙,织型听起来感觉还不错,与零食,车列等酷型相比,至少名字很优雅。 但实际上,这是用很多铁片制作而成的裙,此把它给犯人穿上并用火,进行烧烤,最后犯人就会活活被烫死其残忍。 程度可想而知,关于公式,是否是名成祖朱蒂的生母,以及朱元璋是否用铁裙,知酷型处死公式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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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阅